民進黨立委參選人陳俊宇表示 侯友宜為了總統夢 完全不顧位在地震帶上的核市場 可能引發的核安以及核廢料的問題 同時也質疑國民黨立委參選人黃春廷 是否支持重啟核市 在2021年的時候 我們四大公投 依然憲民將近63%的民眾 反對核市重啟 可是侯友宜市長為了圓他的總統夢 最近又提出要重啟核市 那我們的林之廟縣長選擇不回應 那不就等同他也默認支持侯友宜市長的 這個重啟核市的議題 黃春廷議員 他身為立委的候選人 應該要有明確的立場 對支持侯友宜核市重啟的政策 要講清楚說明板 不該顧左右而言他 如果支持 那核廢料要放在哪裡 要把核廢料留給我們的子孫 製造這些萬年垃圾毒害子孫嗎 所以請我們這個候選人 應該是不要模糊焦點 也更不該腳踏兩條船 勇於抵制政黨的利益 向侯市長說不 絕對不能重啟這台拼裝車 應該要把我們憲民的安全擺在第一位 黨環總召陳文昌 以及憲議員謝燦輝則是指出 核市若是重啟會直接影響人民生命財產安全 黃春廷是宜蘭縣國民黨唯一的立委參選人 所以更加有義務向憲民表態清楚 核市若要重新開始 這是有關臺灣的安全 特別是宜蘭市投運籤的管理 對於宜蘭鄉親的社民財產安全 當然是非常重要 他現在不是國民黨的一份主委 他是宜蘭官 代表宜蘭官 國民黨的立委候選人 是宜蘭官的立委候選人 有可能未來要做立委的人 他更加有義務 應該清楚明確把宜蘭鄉親交代 他到底對重啟核市商船 到底是同意還是不同意 長期來都是在林毅雄前輩 用生命換來的核市庭建的訴求 也獲得全民最大公的事 所以說在公道這台 一百分之六十三的這個官隊 我相信現在中東的郝川人 何友宜管頂林之廟 跟李毅參選人黃澄廷 你們的立場又是什麼情形 何友宜支持核市重啟 黃澄廷說清楚講明白 宜蘭新聞記者賴福星採訪報導 哇